如果你各种训练的方法 各种力量都练完了 但是不服总是提升不了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 来让你的身体适应那种大不服的感觉 当你身体适应了大不服之后呢 你自然就知道在大不服的状态下 是什么样的一种发力模式 这个方法就是说 大家可以在跑步过程中 戴一个耳机 听一个固定的音乐 就比如说你可以听一个180的节奏的音乐 然后呢 让你的摆臂呢 去跟随这个节奏 就是180的节奏 每分钟180的不平 保持不平不变的情况下 去提速 因为速度等于不平乘于不服 当你的不平没有变 你逐渐在提速的过程中 你的不服肯定会增加 这是为了防止你提速的时候 刻意的去增加不平 一旦你的速度越快 不平越快 那你的不服就得不到锻炼 如果说你在提速的时候 不平没有变 那速度却快了 那肯定是不服增大了 所以说听一个音乐 戴上耳机 然后呢 尽量戴这种鼓传导的运动耳机 它不入耳 你还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如果你像我一样 有点近视的话呢 那戴这个耳机的话呢 可能对你的耳朵呢 负担就稍微有点大了 耳朵上勾的东西 就会比较多一些 对 它不单单有耳机 还有眼镜 那么咱们接下来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用180节奏的音乐 逐渐去提速 得到 咱们接下来就用了